嗨 歡迎來到馬克信箱 你好 我是柔馬克 大家好 我是瑪莉瑞 是不是跟我們一樣期待 到底龍語怎麼了 好啦 就是星期一的時候講了 戀愛兄妹一開始的開端 然後說到龍語是一個多麼讚的人 以及前面的前情提要 他從一開始呢 就對 不要啦 你要學博恩啦 就是我們沒有在跟你就是懶人包 你就是 反正你這禮拜就是要從星期一 然後聽到星期四要接下去就對了 好 那一開始呢 都一直對初雅表示 然後到了即將要去新加坡的前夕 他送了初雅一束花 因為聽起來完全沒有任何的錯 因為我一直對這個女生示好 然後最終我們已經到了 要去新加坡應該是很快就ending了吧 對 就是已經後三分之一了 所以那一束決定性的花送給他 沒有道理天崩地裂啊 送他花之後 初雅非常非常非常的快樂 他把那束花很珍惜的 很小心的帶回家之後 然後回到那個他們一起共住的公寓當中 然後呢 找花瓶 龍宇就找到了花瓶給他 他很開心的就把它插著 插著以後呢 他會一直看著那個花一直笑 然後會一直跟龍宇說 謝謝 這個花真的很漂亮 對不對 真的很漂亮 你看這個花真的很漂亮 當然在那個看的過程當中沒有被強調出來 可是就是在一個觀眾 我啦我啦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就會覺得有點誇張 就是你一直看那個花看的有點多 而且還要一直問人家說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這真的很棒 因為那一束畫在他心中真的有很大的地位 可能對初雅來說 那是一個 畢竟在這個戀愛實境秀當中 就算誰對誰有意思 好像也都不會公開的講出來 就是他們的這十個人當中沒有個性是那種 我就是要你 而且就是完完全全直接就只對你 就是他們還沒有這麼的明顯 那那個時候呢 對初雅來說就是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舉動 好像我們就成定局了 我們應該最後最終就會選擇彼此 然後他們的約會也都很多次 相較於其他人來說 他們都是很穩定的 然後都是他們一起約會 一起約會 一起約會 可是他們的約會其實就像我星期一講的嘛 都是初雅在下班之後的那個很短暫的時間 可能也許一兩個小時而已 因為他而且都是要在他工作一整天很疲累的狀態下 然後就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設計就是對初雅來說 有一些辛苦跟不公平的地方 因為他缺少了很多跟大家一起相處的時間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前半段那兩個星期當中 他非常神秘 而且大家會想要照顧他 因為覺得他很累 後來呢 要一起出發去新加坡了 那一集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他們手牽手 對 他們就是已經就是完全靠在一起 然後手牽手 可是你可以看到是初雅單方面的 會牽著他 拉著他 靠著他 然後一切都是很開心 小鳥依人 甜蜜到爆炸 就是那一束花是個轉捩點 他完全就是也不隱藏 我心就是靠著你了 沒錯 所以就是從那邊開始 然後到新加坡好像還約了兩次吧 兩天的會 其實在第一天的時候呢 你就已經可以感覺到 龍宇這個人的氛圍怪怪的 然後可能第一天因為降落 然後風塵仆仆嘛 初雅那個狀況也是就是臉會比較油 然後頭髮可能沒有做好 初雅很開心的會想要跟他一直聊天 然後希望可以聊一些深入一點 進到他內心一點的事情 可是龍宇常常就會 有一點放空跟發呆 然後那種放空跟發呆 不是舒服的兩個人不講話 是其中一個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講話 尤其之前你就說他是一個會接球的人 很會接球 而且會讓人接了以後會覺得 哇我講這個好像很聰明了 哇你講這個好有趣喔 的那一種接球法 但是沒有 完全就是他有時候就會淡淡的 或是有時候是句點 為什麼 就是出了一些事情這樣子 後來第二次約會的時候 好像還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呢製作單位就有安排一個 你要跟沒有約會過的人約會 的橋段 那龍宇就跟了一個沒有約會過的 然後這個沒有約會過的 其實從一進這個公寓當中 最喜歡的第一眼就想要跟龍宇在一起 可是龍宇一直沒有回應他 所以他後來就想說算了 然後也出現了一個新的成員 然後對他非常非常的殷勤 所以他就跟那個新的成員就配成一隊 然後這一隊呢在節目結束的時候 他們是真的有在交往的 就唯一一隊真的有在交往的 然後呢 在聊天的過程當中一樣 龍宇好像要找回的那個 跟你接球什麼都很OK 他只有在跟初亞到了新加坡的前一兩天的 那一兩次約會會變得好像有一點 無力無力的感覺 怪怪的感覺 還有在他們第二次約會的時候 龍宇還腳受傷了 所以他們還去醫院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會讓整個氣氛變得更加的低迷 龍宇會說他覺得他搞砸了約會 然後他不希望人家照顧他 所以甚至就是像是他們在排隊 醫院其實要等很久嘛 然後排隊的時候呢有一個位子 初亞就說你做你做 龍宇說我不要 初亞說你做你做 然後龍宇就會說 好既然你要求的話那我就做了 可是他心裡面非常非常不開心 他不喜歡被照顧 跟不喜歡就是要好像當個弱者的感覺 Anyway後來呢 他跟那個新的對象去約會的時候 然後那個新的對象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龍宇好像搞通了什麼東西 他好像發現了 他其實太早封閉自己的選擇 他其實有其他選擇 你到最後了 他到最後的時候發現了這件事情 然後就想起了他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有一次跟另外一個女生 新加入的女生出去 然後那一次還下雪了 是韓國的初雪 很浪漫 對然後他們一起去玩一起去做摩天輪一起去玩射擊遊戲什麼 一切都很好 可是他沒有傳訊息給他 然後他也沒有想過其他的可能 他覺得好像我就是要選出亞 我就是要選出亞 所以在那一天跟那個新的沒有約會過的女生聊天之後 龍宇好像突然覺得我搞通了一些什麼東西 謝謝你 可是他講的方式非常的曖昧 會讓那一個約會的女生以為說 你要選我嗎 你現在是想要選我嗎 這樣子 讓很多人不開心的一點 常常會是覺得 你龍宇為什麼不好好的把話全部講清楚就好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用那種很模擬兩可的方式 我自己是覺得啦 就是我對著你說 我沒有想過還可以有其他的選擇或什麼的 對女生可能就會自動選擇就是我 可是對男生來說只是想說我想通那個道理了 我還可以選好多人 沒錯 對 然後呢這個想通 所以那一天晚上又非常的混亂 因為那天晚上龍宇第一次沒有傳訊息給初亞 然後他在傳訊息之前 有先去找初亞跟初亞說明他的狀況 就是說我今天想通了一些事情 然後我只是想先跟你說 今天可能會是第一次 我不會傳簡訊給你 然後那這邊呢 又對很多觀眾來說 又會覺得不理解 你不選就不選 你為什麼要先講 怕那個啊 但是對某些人來說就會覺得男子漢耶 你一直表達一直表達 表達到你要轉向的時候 你還要先給一個head up 就是我希望我先跟你講以後 你到時候沒有收到不要太驚嚇 或不要太難過 我希望這件事是你先知道的 而不是節目組知道 或是讓其他人知道 然後放你在那邊覺得 怎麼會這樣 對對對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貼心 但是很多觀眾可能會覺得 你別在那邊演好人 對很多人會覺得多此一句 然後我覺得看這個人的方式 或是看人的方式 從可能這邊就會開始出現分歧了 再來呢 那一天他就傳了簡訊給跟他出去的那個人 所以跟他出去的那個人就真的 你看他媽的選的就是我啊 真的喜歡我 可是他那個時候其實有一個很穩定的 好像可以發展的對象這樣子 所以也讓那一個 另外那個男生非常沮喪 很恐慌 因為當你的對手是龍羽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答應他 不可能 在各個方面上我都輸他這樣子 好啦 所以那一天就非常非常的混亂 但是目前為止還不能說他黑話 我覺得只能說 雖然說我還是覺得很吊詭 因為韓國不是第一次拍這種戀愛史進秀 我覺得你就算之前沒看過你要去參加 你也會先看看他是在幹嘛 所以你不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沒有選擇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麼慢才想通這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製作單位要搞事 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不會把它視為是一個史進秀 我會覺得是一個製作單位寫好的 非常讚的一個劇本 可是他怎麼樣又使他會一直選擇同一個人 這個不是沒有辦法決定嗎 他們有很多的訪談過程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訪談過程置入一些東西 就是會 也許不是很明確的講說 我們希望 節目組希望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有一對 Couple 然後可能會 會在私底下 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可能會講說 你看朱雅他都很少跟你們相處 然後如果都沒有人選他的話 他會被Left out 他會被遺忘 他會很沒有參與感 然後你要知道什麼他從小的這個心路歷程什麼 這是你的想像 這是我的想像 這是我的想像 我猜的 我猜的 所以很有可能 如果一旦我接到這樣的指令的時候 然後一個想要讓大家開心的人就會朝向想要讓大家開心的方向去執行 所以我一直以來是這樣take care我的家庭 我一直以來是這樣take care我的妹妹 我一直以來呈現出來就是 我會照顧一個人 我會照顧整個家 整個公寓 我希望大家都開心 當一個忠實的男人 或是忠真的男人 就是我從一而終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好像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特質 所以我不斷持續的表達 然後大家所有觀眾都覺得 太屌真男人怎麼可能 怎麼會像楚門的世界 在最後跟一個不認識人約會 有一個不是NPC的人進來之後 然後讓他生活覺醒了嗎 沒錯 就這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就在於 當中有一幕 他們有剪出來讓我們看到 是他們坐計程車要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 誰跟誰 參加者跟製作單位的人 一起坐計程車要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製作單位的人說了一句 我以為你會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 你不可以把你的情緒介入到他們中間嗎 對我覺得那個瞬間 然後我想你把這個剪出來 也蠻有趣的 對我就會覺得其實製作單位比我們想像的參與的更多 然後最近我在看另外一部韓劇 他是在講一個戀愛實境秀的故事 一個主播他從小就想要成為一個主播 可是突然有人告訴他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成為主播啊 然後他又犯了一些錯誤 他這個很奇妙的一個病啊 他得了說真話病 然後只要他一打噴嚏 他就會開始一直說真話 他沒有辦法再做那個虛假的那個好好先生的主播 然後這個時候呢 同一家電視台的另外一個是PD一個製作人 被人家認為是江郎才進的 然後他決定要來做一個戀愛實境秀 所以在這一部韓劇當中 你可以看到很多戀愛實境秀的設定 就是他們同時在監看著很多東西 然後同時一直在計畫說 那這樣誰跟誰配一對 我要搞出什麼事情 讓他們有可能傾向那邊一點 跟拉回來一點 然後我覺得榮宇就是一個 在一開始跟在最後的時候 都給了節目組非常滿意的表現 就是他真的是鬧出大事來 所以大家最氣的黑話就是 你怎麼可以在最後倒數幾集的時候 拋棄了你原本要的那個女生 然後你還讓那個女生死心塌地的愛上你 然後到最後倒數第二集的時候就更 大家會更難過 因為就是有真心話環節嘛 就跟換成戀愛一樣 對我問你你要回答 那初雅有問他嗎 那個時候其實我覺得榮宇精 很明顯的告訴他了 沒有所以其實初雅是不想要參加真心話的 因為榮宇在之前在真心話之前都已經 藉由很多次的談話 就是說我想跟你談談 我想跟你說說 然後告訴他我的心意是什麼這樣子 所以在真心話的時候看起來是極其殘忍的 你說其他人會覺得要正義的出來幫他問嗎 不不不不不不 其他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嗯 裡面就只有初雅初雅的弟弟哲閒 還有跟初雅呃約會的一個男生 因為初雅跟他呃最後是陌生約會嘛 嗯 就是從來沒有約會過的人 然後就跟他講這件事情 嗯 只有這三個人加上榮宇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其他六個人完全都是 欸 你們沒有在一起 欸 欸 就是很多都是嚇一跳的情況 那初雅的弟弟不就非常憤怒嗎 對 或覺得你到底在對我姐姐幹嘛 對 但是他就是沒有發作出來啦 嗯 然後他們真心話的規則 我覺得戀愛兄妹其實有蠻多規則比較複雜一點點 嗯 可是你也可以從中看到一個人的 怎麼講 玩遊戲的深層程度嗎 像龍宇就是一個 我心機他媽的重重到爆炸 很會玩 超級會 嗯 超級會玩 所以我才發的那篇說哇龍宇大哥懂完 嗯 真的很厲害 所以是不是他在那個真心話也太會玩了 讓大家更討厭 在他那個之前 他的約會選擇就已經讓人覺得很奇妙 因為最後呢你有機會可以申請兩個約會 嗯 那當然他已經不會跟初雅約會了 嗯 所以他其中一個呢 申請了呃他自己想要表白的那一個人 嗯 約會 第二個呢 他選擇那個女生是剛剛那個他想要追的女生 在新加坡有一個走得比較近的男生 他們好像要變成一對了 嗯 他選了那一個男生的妹妹 但是他本來也對那個人沒好感 完全沒有 所以那一個妹妹呢 oh by the way 那個妹妹有crazy eyes 嗯 哦 會員 會員 對對對 他有瘋狂眼睛的那種 他們這一家人都有 嗯 然後所以那個妹妹會覺得很奇怪 啊勒 怎麼突然會選我呢 嗯 然後榮宇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又讓他覺得 龍宇大哥突然要選我 嗯 突然 所以他等於是在最後把大家的感情都搞得非常的亂 沒錯 他讓最後所有的成員都有了危機感跟困惑的感覺 對製作主來說 爽爆 哇 這是天降甘霖啊 PT會不會想說你看吧 我才是真的會看人的人 多好玩 因為其實從一開始 如果持續到最後 龍宇就是持續的表達 就出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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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其實他們到新加坡 這部劇會變得很難看 會變得很無聊 可是他們明明就說你們喜歡溫暖 你們喜歡看了很觸動心弦 那最後有錢人終成眷屬怎麼了嗎 沒有啊 就是無聊 會真的 在新加坡前面一開始真的有幾集滿平淡的 直到龍宇搞出事情來 整個才活絡起來 那我覺得他黑化的地方在於 他如果知道自己有更多的選擇之後 他應該要就是 你也剩幾集了 你就退出這個遊戲吧 你何必要去搞別人的感情線 你就是選幾個你很不熟的 然後出去就是正正常常的聊天 不要講曖昧的話 就是你可以說我現在發現我有很多的選擇 可是就是差不多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你剩幾集你要玩什麼 另外我也想要講就是 我覺得這些參賽者 每一個人加入這個遊戲的投入程度是不一樣的 就像我剛剛說那個Crazy Eye家族的那個男生 他是想要在那邊找到一個老婆的 他把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認真跟嚴肅的 然後他的妹妹也是 也是從一開始就喜歡一個男的 然後就哀死了 然後就是會不講話這樣盯著他看 然後到最後告白了之後呢 就他們最後真的有配對 中間有吵過兩次架 我覺得那兩次架 就是也有點奇妙啦 然後坐車要回自己住宿地方的時候 男生都會說要幹嘛 你等一下要去幹嘛 然後女生說 我要看你 就是我要看你 然後就這樣盯著看 What 很瘋 我覺得他真的很瘋欸 他現在已經播完了對不對 已經播完了 我現在問個爆雷的問題 那他最後有跟誰 他跟那個男生有配對啊 但是沒有真的成為情侶吧 就是最後的那個剪輯不是就告訴 都會剪他們的那個畫面嗎 他們有沒有真的在一起啊 一起出去啊 沒有這個畫面 反正最後最後有在一起 就是那個來找老婆的那一個 不是不是 那個也沒有 那個沒有成啊 因為那個 他想要找到那個老婆 就被龍羽追走了啊 所以我說很有趣的地方就在於 最後那個女生他很困惑想說 我到底要選剛剛那個大眼仔亨 仔亨 那個男生叫仔亨 他長得很像 那個誰啊 大眼怪 不是不是 哈哈 他長得很帥 他長得很像 想不起來他名字 哪裡人 韓國人台灣人 韓國人然後有曾經來幫台灣的 大搞事 然後聽完發現 蛤 原來你是這樣看戀愛兄妹的啊 你說我嗎 我還沒有講更多我是這樣看戀愛兄妹的部分 光是那個你 我覺得你在 畢竟你是用你的角度解釋說 為什麼龍羽做這些動作 跟他心裡有得到什麼觸發 可能那些東西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給到的嗎 我就只是看到就是 你現在就是想要選其他人嗎 你還有什麼好講的 然後你要選其他人的同時 你又不好好選一個人 你是到處這邊選那邊選 你到底是憑什麼在選 我猜看的時候可能是這樣的感覺 很多人應該會這樣講 然後我後來沒有想說 要特別做一集分享我的感覺 結果最後還是這樣 沒有特別想要講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在分享我的觀後感的時候 一定會被批評說 你都在幫他講話 或者說這些全部都是你的腦補 或什麼之類的 但不得不說看很多時候 不都是我們每個人的腦補嗎 本來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是我們的投射嘛 然後在星期一的時候我有講 如果你看戀愛熊妹 然後對於龍羽的選擇 你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話 其實我想要提醒你的是 這世界上我不敢說大部分 但是有非常多的男生 是像龍羽這樣的生活著的 一來是有可能我們受限於 我們想要當一個好人的那個框架 什麼是好人 龍羽在劇中的表現當中 他可能就覺得 從一而終好像是一個好人 然後當然他沒有從一而終到後面嘛 可是你要知道 他為什麼前期會不斷不斷的 這樣的表示 那其實就有一點 跟戀愛節目的初衷不太一樣 因為戀愛節目 要你去多認識人 對他不是要你一直表達這件事情 所以他前面藉由一直表達這件事情 把他的好感度拉得很高 這就是人家說的嘛 捧得越高摔得越重 所以當他在突然的某一瞬間發現了 我旁邊這個人 我之前一直覺得他很神秘 我想要照顧他 突然變成他黏在我旁邊 他很needy 他一直在問我 問我事情 好像想要進入我的心 以及他照顧我 我不喜歡這個樣子 他一瞬間的那個 所有的神秘感跟美好泡沫 全部都破碎 就是大家有沒有看到是 這一個部分呢 就是你太快的 因為一束花 但不是單單那束花的原因 你前面這樣一直表達的累積 到了那束花 公開是 你覺得是公開示愛的東西 對那個男生來說 不是我只是在做節目效果 我只是覺得我拿到一束花 我想要邀請你一起去新加坡 很順理成章的 我妹妹告訴我這樣說 那個女生會很開心 那我當然想要做讓人開心的事情 所以我就做了 我沒有對這一件事情 賦予過多的意義 可是奇怪 他外型這麼好 他又是機師 他應該有很多的篩選經驗 去知道他自己喜歡什麼啊 他怎麼會 就是剛剛那個形容 讓我覺得他的經驗好像很低 他只是一個很會社交的人 可是他很不會談感情 剛剛那個有不會談感情嗎 我覺得他是高級玩家 高玩耶 會嗎 他就是把人心玩弄在手掌之間的人耶 所以他後面選其他人 都是有他自己的判斷的 因為我剛剛光聽是覺得他就是 他不是盲選就覺得我選一些對角線離我遠的或幹嘛 他都是想過的 他選的那個就是一起看初雪的那一個人啊 然後我還沒講完就是他的高級玩家 他的心機有多深沉的部分 倒數第三集的時候呢 一個人有兩個約會選項嘛 所以他已經不約初啞了 他就先約那個初雪的那一個 然後呢約了那個孔劉的妹妹 所以讓孔劉妹妹覺得 為什麼突然約我 但是他是利用這個機會 問孔劉跟初雪女他們的發展 他問他妹妹事情就對了 高級玩家 他不是利用約會 所以就踩著他的肩膀往上爬 他不是利用約會機會在表達心意 他是利用約會機會在探聽更多的訊息 非常厲害 那妹妹本人有發現他被利用嗎 沒有啊 妹妹本人一直覺得 怎麼突然跑出一個這麼優質的男性 然後對我也有好感 然後讓妹妹也動搖了 因為妹妹本來從一開始就喜歡另外一個AI科學家 所以那個剪輯會很明確的讓觀眾知道 他約他就是想知道 不會 沒有很明確的知道 星期一的時候我有講嘛 就是他其實在最後一天要最終選擇的時候 孔劉呢就在外面泳池曬太陽 龍雨也過去了 然後要跟他聊天 然後孔劉就忙走了 沒有啊孔劉就是 因為那時候他心裡一定很不爽嘛 本來我跟原本那個對象發展好好的 現在要被你搶走了 然後他其實我覺得他心裡面 應該或多或少的知道 可能會留不住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在陽傘底下 然後龍雨跟他搭話 孔劉就 現在是要打開潘朵拉盒子嗎 然後就有問說 你當初約我妹妹的那個 就是我覺得好像這個遊戲好像不是這樣玩的 但節目組就把後面他們對話就剪掉 我們就聽不到看不到 蛤 那個很不爽 然後在這個的前一天 就是那個讓他 覺醒的 覺醒的那個女生 他本來也有一個發展很好的男生 然後那天晚上不是讓那個男生很不開心嗎 他也主動去找那個男生聊天 所以就會讓觀眾會覺得 哇這個人不害怕衝突 這個人他還是試圖想要把大家的 快樂維持好 就是關係跟感情維持好的那個感覺 但哇實際上真的就是 奇怪機師不用一直飛喔 沒有因為他現在好像沒有航空公司 他現在好像是要朝那個機師訓練師 就是機師訓練教師的那條路走 他自己去美國學飛的 那現在他的IG呢 有公開了嗎 他的IG有公開啊 一樣是若無其事的分享自己的生活這樣子 對啊 然後他追蹤了一些很漂亮的女生 所以我剛還有一個還沒講完 就是那個初學女 他最後在游移搖擺的時候 想說我要跟原本那個 很像我前男友的孔劉交往下去 還是要選擇就是一開始就給我蠻好的感覺 以及他覺得我來到這邊是要找一個成熟穩重 跟我有點相似 但是又比我還要成熟穩重 跟樂觀開朗的人 因為龍語就符合這個條件 條件嘛 他就在想說我是要開開心心呢 還是要維持初衷呢 所以呢他在選擇的時候 然後我就在電視機螢幕前面大喊 內心默默想說 唉傻傻的小胖妹啊 你選了龍語 你以為龍語在現實生活當中 會跟你走下去嗎 好傷人喔 因為他不知道這兩個男生 因為我們觀眾有全知觀點嘛 你不知道這兩個男生 對於這個節目賦予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那個在他們正在那棟樓裡面生活的時候 聊天感受不到嗎 有的人就會覺得 我很重視這個我想找一個 孔劉沒有表現出來 孔劉只有在 事後他自己單獨訪問的時候 有讓觀眾知道他其實是想要找老婆的 可是他可能不會把這件事情在 跟其他的參賽者當中直接的講出來 所以那個小胖妹那個初學女 他就一直覺得孔劉在維持一個形象 然後有很多事情他不願意講不願意說 可是孔劉就會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最後配對當然是一個重點 可是我希望是我們未來在離開這個節目之後 如果你夠細心的話 你是可以get到這個東西的 可是可能他一直在focus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然後小胖妹他也是會出問題考人的 shed test 他喜歡問說他其實自己心裡面已經有答案 但是他要問那個男生 他問了孔劉說 在這裡你覺得最美的是什麼 蛤 最美的是什麼 不是是誰 最美的是什麼 就是在這裡你覺得什麼最美 那當然就是一般比較油腔滑掉 油嘴滑舌的馬上就會說是你啊 就是我覺得跟你在一起的時間是最美的 就是這個聽到了以後女生就會很開心這樣子 但是孔劉就是宰亨他說不出來 他說了一個就是 昨天跟另外一個女生約會的時候蠻美的 就是這些小小的細節你看了以後你會覺得 真讚 就是你會知道世界上就是有這樣的人 他的心口沒有辦法同步 卻因為這樣就錯失了機會 那是一個超級關鍵的時機點 他漏接了 對他事後隔一天以後再去補這件事情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龍宇已經在他前面先給了其他東西 到了最後表白的時候小胖妹又問了龍宇說 那你覺得就是 這裡最美的是什麼 這邊最棒什麼最美是什麼 龍宇回答問題當然不是 龍宇回答問題就沒有那麼油腔滑道說什麼 是你或是幹嘛 他就會說什麼 嗯在新加坡的過程當中跟大家一起生活 真的是非常不錯 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可以再回來等等之類 然後那個小胖妹說 嗯為什麼覺得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小胖妹其實他後來有跟宰亨講說 因為他們在他們家裡面的陽台上面看過去那個新加坡的業績 然後他就他有說說 其實我問最美的是什麼 我想的是這個 所以他其實有心裡有一個答案是 在新加坡跟你們一起共度的時光 或是那些業績 然後剛好被龍宇說中 我覺得你會不會觀察別人要什麼 然後你能不能馬上deliver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我們聊多久了 我們聊了半小時 歡迎來到今天的戀愛信箱 好的 這就是戀愛熊妹了 然後現在講應該比較沒關係了 應該已經過了一個月了吧 很久了 對應該已經過很久了 那我真的是覺得 這部劇裡面有好多 好多好多的小細節 好多好多的戀愛小撇步 然後可以讓你看 可是這個戀愛小撇步可能是你才看的到吧 你沒有抓出來跟他說要如何接球 要如何在正確的時刻你的心口要合一 因為有的時候還是會想藏啊 會覺得這樣會被刺激他啊 會不會故意反方向 會讓他覺得更想巴著我啊 我完全不會 哇你們在想什麼 就是有的人腦袋就是會這樣 或是我透露出我喜歡你 我直接講出我最真實的 會不會讓我好像失去了一些 這個就是粗雅太快的show hand 粗雅太快的把底牌全部都拿出來 會不會很困擾 有的時候我要讓你知道我就是喜歡你 我就是這個不就是要直球對決嗎 有的時候你又說不能這樣直球對決 那我什麼時候要丟 什麼時候要收 我就不知道啊 就是這個跟那個人的狀態是有關係的啊 龍宇在這一部劇裡面的角色 就是一開始非常非常完美 然後我們用容格來講 他就是有一個很棒的人格面具 外型然後地位 然後所有照顧大家一切都很棒 可是到了中後期之後 他面對了走上中年之路 他面對到自己的因應 因為他是一個不喜歡談感覺的人 他什麼事情都覺得就shut down 然後自己處理 他的防衛機制會 對不會讓你不開心什麼的 可是他他會自己去處理那些事情 當他開始慢慢慢慢的把感覺打開 然後意識到更多事情的時候 那原本的那些人格面具 認為應該對的事情 比如說我要讓所有人開心 或是我就是要當一個好男人 好男人就是要從一而終 回想到他小時候為什麼這麼不快樂 因為他爸爸不是一個從一而終的人 那爸爸媽媽從小就是吵吵鬧鬧 後來就是離婚了 就是有外遇 所以那個東西一開始就是 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很很很很重要 就是我不要像那個爛男人一樣 但是不可避免的 他成為了那個爛男人 就是這是我在戀愛兄妹當中 這一段如果被翻譯過去讓他聽到會被重傷啊 他不會啊不會啦 我覺得不會啦 而且這也只是我的投射而已 然後這也只是我在戀愛兄妹當中 我看到了這樣的 我會說很多的男生其實都是這個樣子 是我們都想要維持一個表面上的 有些人要裝的是酷 有些人要裝的是不在意 有些人要裝的是可愛 有些人要裝的是什麼什麼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想要維持的那一面東西 然後那一面東西呢 如果他跟感情沒什麼相關 那可能就還好 可是一旦他維持這個原則 跟你所重視的價值跟原則感情 是有稍微碰到的 那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很有可能在瞬間 他的那個原則突然被打破 或他突然往內看覺得 我為什麼要這個原則的時候 他會完全變成那個你不認識的人 然後這個就是 我覺得在看戀愛兄妹的時候 給了一個 我自己覺得這個 那這一段卡老師的反應是什麼 沒有啊 又覺得龍雨在搞事啊 但是我有在跟他講說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級玩家 就是我有跟他講 他很聰明 如果如果在裡面是本色演出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他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心機如此沉重的人 但是他其實心機很重 那你為什麼會意識不到自己心機重 因為你沒有機會向內看 所以你不會知道你會做這樣的選擇 你不知道 為什麼你要做這些選擇 你不知道那樣的你 其實那是非常可怕一件事情 也就是當情緒 就是當佛家說那個 當因緣都已經聚合的時候 當這些情境都發生的時候 你會很自然的做出那個 你自己都不了解的選擇 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們要開始回信了嗎 YES 好的正式開始今天的馬克信箱 我們要來回一些 在這一次新書當中有附上的快速通關信封 但我還是覺得聽你講半小時 勝過我花就是在那邊 就是因為其實我對於戀愛兄妹 他們就說什麼很溫暖可以幹嘛 就是其實我真的覺得還好 我也是八卦婆 就聽到說裡面有一個人黑化了 然後鋪天蓋地 每個都在聊那個人的時候 你就覺得有點興致 我想知道一個人壞就是 好像全民共憤的那種壞是多壞 就是我聽那個懶人包就好了 真的真的 省下自己30個小時的時間 你再想想看我們出版社的編輯 被你推坑 看了什麼換成戀愛 看換成戀愛還有緊接著看戀愛兄妹 他一個出版社的人多忙 他還要花多少時間 跟他男朋友一起追之心呢 哇他的快速通關 沒在跟你開玩笑的多 接下來的半小時就是他的了吧 附上了500元 哇 哇 滿滿的四大章 馬克瑪莉 我是在去年跟前男友分手後才認識你們的 謝謝你們 點有說把故事寫下來就是讓自己放下 所以我想要寫完這封信放下我心中那些 我跟前男友是同事 剛進公司半年的時候 第一次跟他共事時 深深被人格魅力所吸 那時候我剛出社會 他在我眼裡閃閃發光 因為我對自己沒什麼自信 身材微柔 也沒有談過戀愛 我覺得他是一個我高攀不起的人 過了一年 共事的機會變多 每天上班聊天 那個時候同事跟我說 你知道嗎 現在公司裡面跟他最要好的 那女生是你 在同事的鼓吹 加上又聽說他可能會離職 所以我衝了一波 更積極的跟他聊天 不局限於上班時間 假日加班的時候也約他吃飯 在我的努力 從一開始被拒絕 到後來他約我吃飯 也慢慢的下班時間會找我聊天了 疫情爆發 三級警戒 空閒時間變多 越聊越頻繁 開始會講電話 忘了哪個時間點 他說 其實我女友 所以我不能接受你的喜歡 其實我應約也知道 但我就覺得 我只要跟他多相處就好 不在一起也沒關係 才不是耶 才不是沒關係 你在想什麼啊 什麼啊 請回答1988 應該是我跟他說的吧 就是 像現在這樣子就好了 這一段好突然喔 那時他因為玩比特幣 需要14萬開口跟我借錢 他不是跟女友借 我二話不說就借了 當下我覺得我被信任了 後來他比特幣輸了100萬 他說沒錢跟你出去玩了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出去玩 吃飯費用都是我負擔 只因為我想跟他相處 PS 後來他還是有還那14萬的 借他離職去其他城市工作 我去了另外一個城市 關係維持一陣子之後 越來越痛苦 因為我想要的越來越多 對啊 你從一開始 我不知道嘛 我也知道他是愛女友的 他會帶他過生日過聖誕節 廢話 那他女友啊 他們會吃高級餐廳 可是跟我出去玩到我在付錢 不對等的關係 讓我明白我就是不被愛的 所以我陷入了痛苦 我諮商 但諮商也沒有讓我好轉 因為我覺得我看破了一切 你沒有啊 我看破什麼你知道嗎 你沒有聽我講嗎 我看破什麼 我看破我就是愛他 蛤 就是愛他 我知道 愛到卡慘死 就這樣吧 就等有一天他離開我吧 至少現在他需要我的時候 我可以給他支持 我這邊想要暫停一下 就是所有在罵龍羽的人 我剛剛不是有說了嗎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夠認識自己的話 你就會等到就是旁邊這些條件 全部姻緣都熟成 到了以後你會做出一個 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選擇 這封信就是這樣 你出現了一個很不錯的對象 然後你慢慢慢慢的發現了 其實他也有女友 但是你就覺得沒有關係 我只想待他身邊 沒有關係 他跟我借錢 不跟女友借 是他信任我 沒有關係 所有所有的這一切 都是你最後做出一個 我只是希望待在他身邊 其實不是嘛 所有名人都知道你想要什麼啊 你想要他啊 你想要成為他女朋友啊 先生我寫這封信是想放下的 對不起 2022年初他工作不順利 我常聽他抱怨幫他打氣 後來他離職找工作的時候 我也會查一些公司新聞 跟他分析 這優點什麼 這個缺點是什麼 是不是會默默陪在他身邊呢 感動他了 我覺得我們感情變好了 我比以前多感受到他對我的喜歡 後來他跟他女友分手了 我們真的在一起了 但我不信任他 蛤 我知道他兩三次的劈腿前科 也看過他是怎麼欺騙他女友的 所以我很不安 某次他去台北消失了幾小時 他跟我說開車太累了 我在車上睡覺 但其實那個時間 明明跟朋友去打球 前男友還有去看他打球 也被我發現 他也承認他騙我 他說前女友一直吵著想附和 他說他心軟了 所以讓他來見面 可是就只有讓他來看打球的時候 中間會講話 其他什麼事也沒發生 我很生氣 可是我沒有勇氣分手 而且我不甘心 我們明明 我們明明正要開始而已 當時我提前半年 遞了韓碧樓的海景套房 替他過生日 他說他真的好開心 他說真的好讚喔 以後我也想帶家人來住 就是這裡真的好貴 後來他去信公司上班 有個女同事很常上班找他聊天 他也會跟我分享他們聊天內容 我就跟他說 這女同事對你有意思 他說沒有吧 你想太多的同事有男友 我真的很想跟他說 請你跟那個女同事保持距離 但我也知道 講這種話 沒意義 他剛進公司 需要同事幫忙 我就不想反應過度了 就是你想嘛 其實你想嘛 我們談了一年多的戀愛 其實跟他在一起 馬克我們真的很開心 我變了很多 我會接觸他喜歡的東西 你知道我會怎麼樣嗎 玩比特幣 我會開始看漫威 我會看蠟筆小新了 我會看玩具總動員 不是這個對你的人生有什麼 瞧啦嘿瞧啦 我會看七龍珠 這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幫助啊 這個有什麼好東西 我們會培養共同興趣 我們會一起玩樂高 我們會去外縣市玩 我們一起會看YouTube 我們會討論 我開始有工作以外的生活了 原本沒有啊 哇 可能他真的是生活圈比較窄 我知道人生有很多事情 可以讓自己開心的 所以我變得有自信 我會去運動 我會煮飯 帶便當 我會打扮自己 他也常誇我可愛 這都是我自信的來源 慢慢的我會發現 他不再是那個我高攀不起的人了 不錯喔 我也有感受到他的付出 他會開始付錢 會跟我講電話 會帶我出去玩 但其實我的不安也不曾消失過 只要他要去台北找朋友 我就會變得很神經質 他也從來沒有跟家人朋友提起過我 我明白 我們的開始其實就是錯誤的 所以有一天會走不下去 每一次跟他出去玩 我都當做最後一次 去留下開心的回憶 因為我知道 我們可能不會有第二次的機會 2023年5月 我覺得他對我變冷淡了 他說其實我只是進入那個 不是熱戀期的狀態而已啊 我沒有不喜歡你 在一起怎麼可能一直都是熱戀期呢 我的不安越來越大 他對我越來越不耐煩 而且做出一些讓我很不安的行為舉止 比如說公司要舉辦球賽 我就說那我要去看 不要我會緊張你不要來 我見面的時候 他手機都開誤擾 他說因為我不想要我媽打擾我們嗎 然後開始會消失 一整個下午說我在睡覺 然後他同時還會跟那個女同事聊天 有一次他消失的午後打電話給他 都直接語音信箱 他又開誤擾 他也很不開心覺得 你為什麼一直給我壓力呢 我們就吵架分手了 我們六月初分手 但其實之前早就安排 六月要去東京出遊 我也不想取消 他也覺得看我籌備很久不忍心 所以答應一起去了 其實分手後的我不停的檢討自己 我覺得是因為我根本的不自信 我怕受傷 怕被拋棄 所以把我的不安全部加到另外一半身上 我覺得是我自己在感情中不善溝通 導致這樣的後果 幾個星期的反省之後 在東京旅行回台灣路上 我提了複合 但被他拒絕了 他說對我的感情在分手那刻 就已經收回來了 哇好收得很快 所以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分手旅行喔 對分手後去旅行 但回台灣後四個月 我們還是每天keep in touch 他一樣會抱怨主管 我們還是會聊那些YT股票樂高 其實我心裡還有複合希望 我還花錢請算命老師 在家裡改風水 我就希望能複合 改完風水後的一個禮拜 怎樣複合了 我發現他帶女同事去住那個韓碧樓 我 我在那個時候知道什麼是心如刀割 睜開眼我卻不想醒著人生是黑白的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飯店前吃飯前幾乎都我出 他也沒帶我住過飯店 他卻帶那個女的去住韓碧樓海景房 你知道韓碧樓海景房要多早前預訂嗎 所以從那個預訂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已經預謀很久了 對 他就是劈腿 在這邊再分享一個小撇步啦 男生通常都會去同樣地方 就是你帶他去的 所以他知道了 他之後就會再下一任去 下下一任你還會再去嗎 對啊 我們很懶得查這些事情 我傳訊情問他 你是不是帶女同事去住韓碧樓 他沒有回應我 只說說這什麼廢話 在這段關係裡 說這什麼廢話 這段到底要說什麼廢話 你們聽聽看喔 在這段關係裡 如果我們是在一個沒有人認識我們的環境 該有多好 我寧可放棄一切 去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過自己的生活 什麼意思 我明白 你們不明白 沒關係我明白 他想跟一個不知道他有劈腿前任的人 在一起過 不是吧 才不是咧 才不是咧 腦補喔 2023年11月我們斷聯了 就是這個時候 我遇見了馬克姓翔 諮商 馬克姓翔 朋友陪伴 我知道我在慢慢走出來了 總之有一次他跟同事想要借電源線 然後我看到那個同事的電腦不知道在看誰的婚紗照 我就說你在看誰的啊 他就說看那個人啊 我前男友的婚紗照 當下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跟耳朵 我看著前男友跟那個女同事的婚紗照 我臉色蒼白跑去躲起來哭 我心裡想 這麼奇怪的故事 不是就會出現在馬克姓翔的故事嗎 而且我同事不知道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過 我們分手不到一年 他就發情帖了 你要想 結婚發情帖前有什麼事情要做 預約場地 拍婚紗 見雙方父母 不到一年的時間 不就代表 你九個月 你跟這女在一起九個月就決定要步入婚姻了嗎 馬克你不是說過結婚是人生大事嗎 怎麼那麼快 也是有快的方式做啊 你不要糾結那麼多啦 你不要回推說什麼需要花多久時間 如果你有心的話 你也可以瞬間在一兩天之內 然後全部打完電話全部弄完也是可以的啊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很多時候 我聽的故事聽了好多好多了 前任都不願意跟我什麼發現實動態 前任都不願意就是在社群上面有我 下一任 狂發 狂發 我聽過超多這種訊息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能發 我就不想跟你發怎麼樣 我就是不想啊 我沒有想嘛 我覺得那是我私人的東西啊 那什麼下一個就可以 我想讓我全世界都知道有這麼一個這麼美好的人存在 我想要我全世界都看到他 你的言下之意就是 好了 我沒有說什麼啊 你自己自己自己這樣想的 我看到婚紗照之後 又再次感受到心如刀割 我的信念又瓦解了 但是我明明想要我會過得比你好 結果你過得比我好 人生又要往下一個階段前進 而我還在過去的傷痛停滯不前 頓時我已經沒有生活的目標跟動力了 我失去了方向 現在的救贖就是 我每周去跟諮商師的會談 還有期待這封信被唸出來的那一天 我知道我自己困住了自己了 但我不知道怎麼打開那個結 所以寫了這封信 我想聽聽你們會跟我說些什麼呢 他現在還是有很多的地方 就是他們去過的地方 看到什麼場景 看到什麼地方 看到什麼廣告 都會一直想到他們過去在一起的事情 來自於小小S 因為你已經有去諮商了 我就講講 諮商師不會跟你說的話 然後為什麼諮商師不會告訴你這些話 這好像一本書的名稱 諮商師不會跟你說的話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太武斷了 然後你聽聽就好 因為這也只是我藉由剛剛聽 瑪莉念你的信的投射而已 這個只是我的想法 你也不一定要放在心上 上半段都就是我們看戀愛兄妹的投射 對 你以為你很了解自己 但是你完全不了解 我了解我自己啊 我知道我就是愛他 我知道我就是困住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要往前走 我知道我要活得更有自信 對啊 就是這些東西 我覺得好像不需要再講 我要一一反駁嗎 就你完全不了解 就是剛剛那些東西跟你自己是誰 跟你要什麼離得非常非常遠 超級遠的 那我要怎麼靠近了解我自己 每次藉由諮商的時候 你可以跟諮商師討論出一些 向內看的方法 就現在首先你可能要處理的是 你經過什麼聽到什麼看到什麼 悲傷的情緒會湧起來 也許這個是一開始要解決的 你情緒上面的被觸發的東西 然後諮商師應該有一些方式可以幫助你 譬如說很快的閉眼睛深呼吸 轉移 對轉移注意力然後接下來什麼正念冥想等等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的向內看就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人可以幫你 必須要一一的往自己內部去問 到底為什麼是什麼 那個東西是不要因為你很快的有了答案 你就覺得那個是答案了 那個大部分都不是答案 就是你很快的說 可是那個答案可以讓我短時間比較舒服一點 對 這樣還是好事嗎 那你要知道那個答案的目的就只是短時間的舒服 它不是一個 它就是陪我度過這一段 我想慢慢走出去 它可以讓我舒服的方法 對我來說那個就像抱怨 就是抱怨可以讓我短時間的抒發我的情緒 可是對我長遠人生它一點好處都沒有 所以就是當你很快知道 我就是知道這個樣子啊 我這就是我啊 這是我想要的啊 你想要什麼 你可以繼續一直往裡面問下去 當你有辦法就是問到更深一層 只要再更深兩三層 你可能就會好很多 然後當然我覺得我們的人生在世的目的 都是希望我們可以問到那個最核心的東西啦 就是最深層那個最根本的原因 然後我覺得大部分人應該都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們都持續的再朝這個地方邁進吧 感謝你小小S 我們很快就讀到你的信件了 馬上馬上好 這也是一封痛苦的信 蛤啊 今天 他不會都是充滿了悲傷吧 2025月27號的無名 太痛苦了 淚水漩渦 提筆寫信 希望藉由廣大網友訴苦 稀釋這份痛苦 痛苦的根源 我是雙胞胎的姐姐 家裡的老大 雙胞胎有資格叫自己老大嗎 我提早出來我就是老大啊 提早幾秒也是老大 幾分鐘也是老大 想太多了吧 不然就是這樣定的 總是要有先後順序的啊 你先夾麵跟先夾蛋 有不一樣嗎 都在那個碗裡面 有不一樣啊 第一口都是不一樣啊 你在說什麼 你才在說什麼咧 你想想 先出來當然就是時間走來算就是老大嘛 呱呱墜地 但是一般來說老大老二的那個 就是老大會比較有責任感 要照顧或是他曾經經歷過 他接下來是要接照顧這個嗎 就是他經歷過愛被剝奪這件事情 這個雙胞胎哪有差啊 你們從一開始就是一樣的啊 他會不會只是想要介紹 他是雙胞胎裡面年紀比較大的那個 對不起 媽媽是優秀的國小老師 爸爸是電子公司的高管 媽媽對成績要求很嚴格 爸爸則是把公司管下屬的那一套帶回家裡 一切都是成果倒向 身為傳統公務員家庭啊 家裡成績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又是大姐 永遠都要是榜樣 雙胞胎怎麼可能只要求大姐 你要要求你兩個人都要啊 你在變啊 你在變啊 我有要說話嗎 我沒有要說話啊 對啊 剛剛第一段我覺得沒有聽出 就是有把那個責任綁住 我覺得人家只是想要講他是比較大的 你從一開始自理行見 我是覺得你一開始就覺得我是大姐 我不一樣 我有責任 這是他自己給自己賦予的大姐意義吧 我小時候是孩子王 很喜歡玩很外向 加上我很有運動神經 雖然成績不錯 但體育課運動會才是我最快樂 可以大展身手的時候 小時候躲避球隊是線內有名的冠軍常勝隊 帶隊老師不止一次來找我 希望我可以加入 但是同校身為老師的媽媽 認為我會學壞 就擅自拒絕了 你說打躲避球會學壞嗎 就是怕體育班吧 而且在他們眼裡 女生應該要乖乖的 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 讓我明白 我的天就是媽媽 記得國小第一次段考 滿分300我拿了297 回家面對的不是稱讚 而是重重被打了三下 少一分打一下 因為雙胞胎的關係 總有一個人在旁邊競爭 而且從小我拿到的東西 都是退讓後的 偏偏妹妹又比較細心 考試從來不會因為粗心錯 反觀我很常因為單位沒寫 粗心被扣分 每次考試都被打 但我印象中 我國小從來沒有考低於95分 隨著年紀漸漲 如何不要被打 如何被稱讚 如何讓媽媽滿意 整個小時候我唯一追求的事情 國一 終於我考試贏過妹妹 媽媽卻因為罹患癌症過世 蛤? 死了 蛤? 我考得再好也沒用了 媽媽過世的那陣子 所有的親戚都跟我說 長姐如夢 你雙胞胎長你 這個是他親戚講的 這是他親戚講的 以後妹妹們就靠你照顧 所以他不只一個是不是 就除了雙胞胎之外 還有 後面還有 除了同年紀的大妹之外 還有一個小妹小一 從此我就成了他們兩人的 什麼叫他們兩人櫻桃 你跟你大妹應該照顧她吧 巨大的難過 巨大的責任 讓一個活潑開朗的孩子王不見了 我變得沉默寡言 突然不知道怎麼跟同學相處 媽媽不在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認真讀書了 只能在每天晚上 煮完晚餐 做完所有家事後 麻木地開始念書 因為我是榜樣 媽媽的離世 讓爸爸打擊很大 得了憂鬱症 更加投入她的事業 每個月有一半的時間 都在國外出差 對我的態度也變成 垃圾沒清你的錯 家裡沒打掃你的錯 妹妹考試成績不好你的錯 我永遠都在為這個家 為妹妹的成績受罰 爸爸每次看到我 只會說你太胖 儘管他自己的體重破百 哇靠 有沒有可能我是遺傳呢 我反駁我每天運動啦 卻還是嫌我不夠努力 當了十年食品研發人員 但因為產業是傳產 薪水沒有辦法破五 反觀身為電子業的妹妹 年薪百萬成家立業買房了 在妹妹買房的時候 爸爸主動替她付了超過一半的房貸 我因為薪水太低 我仗著媽媽留給我的遺產 毅然決然的離職創業 但錢在爸爸手上 我還必須要寫企劃書 才能跟爸爸拿錢 主動給妹妹錢買房 我卻只能依照企劃書 一點一點跟爸爸要錢 在這個巨大的壓力下 我終於崩潰了 我很愛我的爸爸妹妹 在家人面前 我是獨立的女兒姐姐 在同事面前 我是可靠的幫手 在朋友面前 我是最堅強的支持者 在伴侶面前 我是帶領她的存在 但我為了別人而活三十幾年 現在是因為要跟戀愛兄妹綁一起 是不是 所以怎麼都會有一種 怎麼收到兩封龍語的信啊 對啊 你一直要活在一個 你自己給你自己的人設裡 對啊 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麼 好不容易勇敢一回 離職創業 資金卻掌握在爸爸手裡 對啊 我又再歐秘一下 你要離職是你的選擇吧 你要創業也是你的選擇 我創業我跟我爸媽拿錢嗎 沒有 要當一個創業的人 有人給錢是很好一件事情 但是 沒人給錢不是很正常的吧 妹妹買房也是妹妹的選擇啊 妹妹買房就有錢 這就是比較了吧 對 這就是愛比較啊 那你有給妹妹錢 為什麼不能給我錢 好啊 而且那也是媽媽留給我的錢啊 OK 那你不要創業你買房啊 姑且不論怎樣 我覺得爸爸要看他的企劃書 再考慮創業要不要給錢 這本來就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對啊 全部說他化為泡沫怎麼辦 因為創業這件事情本來就是應該要有一個很好的企劃書啊 如果你也是買房 但是爸爸給妹妹不給你 你就可以叫 我就完全支持 但今天你是把創業跟買房拿來比 我就覺得這個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今天一直在道歉 哇 你現在已經懂得道歉 你好棒喔 不 大家知道我為什麼會道歉嗎 就是 他是要來發洩 可是我一直給予那個 對啊 就是你很棒 你主動道歉耶 我很焦慮啊 以往的不平跟委屈排山倒海而來 我覺得我陷入了憂鬱 連諮商的錢也沒有 我天天借酒交愁 這封信不會到這邊結束了吧 還沒有 請繼續 請繼續 好好好 一切都是過程 好這邊又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嘛 就因為你很憂鬱 所以你又繼續喝酒 沒辦法 就是人在軟弱的時候 比較容易做出一些不正確的決定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是依靠宗教嘛 然後有些人可能會更去算命 或什麼這些都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現在呢在很醉的情況下寫了這封信 是嗎 但是你很厲害 他說抱歉語意混亂 如果你醉都還有這樣的語言能力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 就表示你真的把自己綁蠻緊的 每天都想著要怎麼自殺 如果出門被車撞就好了 偏偏最近確診 跟媽媽當初同樣的癌症 創業資金不足的情況下 我好灰心 希望教主教母事事順心 所以你現在離癌了嗎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這是多久之前的信啊 快速通關啊 對啊 5月底 2024年的5月底 這個離癌借酒交仇的吳明 然後給了我們他的酒錢 沒有啦 他給了我們100塊 亞百元 謝謝你 面對你的疾病 好好的 需要好好治療嗎 我就已經不想活在這世界上 我還要治療 可是我覺得你的不想活在這世界上是企劃 我聽起來覺得像企劃啦 就是有憂鬱症的人其實都對這個世界有很深的期待啦 嗯 就是因為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才會這樣嘛 嗯 所以其實你是很想要 比一般人更想要開心活在這世界上的 嗯 我今天在看復都青年的時候突然想到這句話 嗯 我們人生其實就是在追求我們沒有的東西嘛 嗯 對啊 然後就是為了那個沒有的東西而 這邊就分開了兩條路跟兩種人 嗯 一種人就是努力者 嗯 另外一種人就是 我不要努力了 然後不要努力的那個 他就 就變酸民嘛 就是看什麼都不開心 我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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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有為什麼他有 為什麼 嗯 我沒有 然後如果我有這樣的話 我也可以怎樣怎樣這樣 但是他還是不會努力 嗯 所以他們的人生可能就是那個樣子 另外一邊呢 就是要努力要衝 但在努力的過程當中 又分成兩種人 嗯 一種呢就是 挫折打不倒 嗯 然後要持續的就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我不好 嗯 我變得更強應該就可以過去 嗯 另外一種呢就是 嗯 有挫折了 可能有些人的容錯率比較低 可能一次就倒了 嗯 有些人多幾次兩次三次 然後有些人可能十幾次 但最後還是倒了 嗯 然後最後就 會變成不一樣的人生 好像都是從一個起點開始的 就是我們在追逐 我們沒有的東西 嗯 喜歡富度新年嗎 我現在看到三分之一而已 喔 我這邊收到一個 迪士尼的Gediva 三個巧克力 一個給瑪莉 一個給馬克 一個給卡提亞 哇 他說馬克馬利你們好 就是去香港迪士尼新開的 冰雪奇緣園區買的 Lady Girl Lady Girl 三個口味都不一樣可以交換吃喔 還有雪寶 想要喝酒 前一陣子 Joy來住我家 親眼目睹我媽發酒瘋 真精彩 付箱一百元 你是抱著看好戲的心態 還是保護Joy的心態 還是有點羞恥 那晚的故事有點複雜 就是那個情緒太多了 就是我們兩個剛好都不是在很開心的時候 又在遇到我媽媽發酒瘋 你們兩個在即將要吵架的過程當中 對對對 然後就是哇 那個就是一層又一層一層又一層疊上去 我真尷尬 然後也是 而且因為我媽發酒瘋 不敢對我發 因為我就是完全就冷處理嘛 然後不要回應他 因為我只要你回應他 那個只會源源不絕越來越多 所以他知道我不理他之後 他就去找他 哇 很可怕 但是那個 你現在回溯起來 會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嗎 會有更好的處理方式 應該就是我覺得應該還是把他們兩個隔絕 就是應該我們要採取一樣的方法 面對正在發酒瘋的人 因為你不能順著發酒瘋的人發下去 那個會沒完沒了 但不能就是藉由發酒瘋這個機會 然後順便安撫自己的伴侶說 寶寶你看還好今天有你 你看外面那個人多可怕 那個都是事後和好之後才會意識到 因為當下就是我媽在發酒瘋對我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理他 所以他去找他的時候 找他講話 我也是因為一方面 我還在壓抑我的怒氣 因為我知道我一旦罵出來的話 那個狀況會變得很 不可收拾 對那個我覺得那一面會很醜陋 然後那個也是我不想要讓伴侶看到那一面 所以我一直在忍 想說我就不要回應 然後因為他已經發到 就是他會對他動手動腳 這個動手動腳就是摸他 不是打他 對就是摸他 然後說你看然後什麼的 可是因為他講話是完全沒有邏輯的狀 他只是單純反覆一直在做一樣的動作 所以我也是忍到最後才跟他說 你不要再碰他了 然後那一下又有一個很複雜的情緒就是 我又不想要對他太兇 會被另外一半看到我覺得很不OK 另外一方面又覺得 我不想要對我媽那麼兇 就是大聲斥責他說 你不要這樣一直碰他 我又覺得 我不知道他那時候到底是記得還是不記得 我覺得他如果是記得的話 他那一瞬間可能他也會很痛苦 就會覺得說你好像在對一個 就是你在一個 他還是一個別人的面前 然後這樣子大聲斥責我跟媽 我跟你們兩個現在是同一國的嗎 然後叫我滾開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那個情緒真的是太多在裡面了 所以我當下是有點卡住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偏偏我們又在吃晚餐 就是我們在那邊吃飯 所以就動彈不得 就如果沒有在吃飯的話 我當然就覺得說你就是回我房間 就是接下來就交給我就好 就他當下他還 我就看他臉色也怪怪的 他後來跟我說他當下是誤會 我們在吵架 就是我們已經要吵架那個情緒 所以我故意不幫他 就是讓他一個人去面對在 發酒瘋的媽媽 所以那個晚上真的是 天啊我如果是個電影導演啊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把那個 好好的拍出來 太難了 那個剪輯跟運鏡太難了 對因為你要透露訊息有這麼多層 我要從誰的視角來拍 拍出什麼才能讓一個全知的人 瞬間get到那麼複雜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好精彩喔 後續還有一些我覺得不方便在那邊透露的 可以私下跟你說 你就知道那個有多錯綜複雜 那個真的是人生最棒的教材 最棒 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個講師 想好好分析那樣的情緒的話 就是短短這一兩個小時 有太多可以面對跟教學的東西 那個真的是 但是還是要跟所有家裡有酗酒習慣的人 就是想要跟大家說一聲你們辛苦了 就是現在還是會有很多人持續在問我說 關於你要怎麼跟你的家人相處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QA我都沒有辦法好好回覆你 是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只能找到一個對我來說 它不是一個完美的處理 它只是一個我可以讓它冷下來的方式 但我覺得那個方式不代表很可以適合你 因為我覺得好像傳訊給我的人 都在追求一個完美的和解 跟完美的解決方式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可能不存在 對它是一個超級理想 或是你在偶像就跟電影可以看到 可是事實上就是沒有什麼 可以完美處理一個家庭狀況 沒有一個我懂你了你也懂我了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和平相處 就是那個好像這樣很絕望 可是它幾乎是不可能出現一個事情 但大部分的人就是傳訊息給我的時候 我都可以給出這樣理想化的答案 對你可以得到一個很理想化 跟一個很可能很條列式處理情緒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都不是一個 會讓你的人生走向完美道路的 最後我還是給你的建議 就是你首先要處理的可能就是 把處理你的情緒放在處理你們的關係前面 這是我自己覺得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親愛的馬克馬利你們好 我是郁郁 第一次用快速通關好興奮 希望你們可以祝我6月23號 生日快樂 27歲生日快樂 Woo Happy Birthday 那既然都用快速通關了 我想貪心一點幫其他的家人朋友也慶生 想要祝我的男友珠珠寶貝 722生日快樂 我姐姐也是清典教徒喔 去年我們第一次一起參加追思會超開心 阿寶寶祝你322生日快樂 明年可以再來聽一次 還有太多了 我可愛的外甥 今年就要滿1歲了 哇 提早很多我還要祝可愛的安安松寶貝 11月6號1歲生日快樂 哇 希望你永遠開心 平安長大阿姨最愛你了 然後我今年也要跟我男友結婚了 想要請馬克馬利祝我們新婚快樂 新婚快樂 我想在那邊大聲示愛 豬豬寶貝 我真的好愛你 豬豬寶貝 白頭邪老 我想要跟你一起進墳墓 哇 豬豬寶貝 不管酸甜苦辣 我們都開心度過 我希望有下輩子的話 下輩子我可以早點遇見你 最好我們當青梅竹馬 好早好早就在一起 然後希望所有的教徒馬克馬利 大家都平安順利 下半年繼續努力 提外話想問馬克馬利 你們決定買這間房子契機什麼呢 我們的房子都不是我們買的 我們決定買這間房子 買就是自己住的房子契機吧 我買的是租的阿 我的房子是我爸媽的阿 那我舅家也是我媽的阿 對啊 目前跟男友瘋狂看房中 看了好多 但遲遲下不了決定 我知道不太可能買到十全十美的房子 但總是缺乏那種 好啦就這間吧的決心 總覺得再看看再看看 搞不好會有更好的喔 然後看到現在房價越來越高 那買房這件事真的很難啦 你們有要有小孩的話 可能真的需要考慮 但如果跟我們一樣都沒有要小孩的話 真的是蠻不建議買房子的 超級不建議的 因為你要想想看就是買一個房子 它等於是你付出了很多時間的錢 然後你都投入在一個地方 你會被這一個房子綁住你的人生 當我沒有房子的時候 今天我想要去西班牙生活 我就夠了 然後我今天想要去世界哪一個角落都可以 因為我沒有任何的東西在 他想要隨時噴那麼多的預算 去看動物大千禧 他就可以夠 如果他今天有房貸 你覺得他要去看動物大千禧嗎 他本人就在台北大千禧了 活得很苦啊 從這邊搬到那邊 不知道花多少錢啊 對 所以買房這個 對於你有要小孩的來說 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事情 可是對於你沒有要小孩的人 我覺得你應該要去了解投資 這一件事是什麼 你只要去了解這個東西 那是很簡單一件事情 就是照著去做 你不會因為一件事情 要把你綁住在一個地方 然後有很多其他人說什麼 誰租給79歲的老人啊 你80歲的時候怎麼辦啊 這些事情 有錢都可以解決 你只要想想看 今天我一個月的租金 假設我有20萬的租金 我就問什麼房子我租不到 我想要住哪裡我都住得到啊 對啊 就是你把自己照顧好的話 你是完全不用擔心這件事情的啦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馬克星鄉 如果前面那一段的戀愛兄妹 你覺得很不錯欸 好像有些獲得 歡迎可以分享給 你覺得值得分享的朋友 因為有些人你想要分享 只是覺得哇你看他罵他罵那麼兇 那我就把這一段分享給他 看他能不能轉變他的想法 通常是不會啦 通常只是會讓我被更多人罵而已 對所以就是把這一段分享給 你覺得值得的 你覺得有開放心胸的 然後歡迎你把馬克星鄉分享給 這一群有開放心胸的朋友們 我是馬克 我是瑪莉 我們非洲見 還沒啦還沒啦 還有好幾集 是嗎 不是了吧 我已經在非洲了嗎 我覺得你這時候你好像在非洲了 我現在已經在非洲了 講到這個最後一個講得好笑的 為了去非洲卡提老師說 最近我要複習一下獅子王之類的 我覺得我要看一些跟非洲有關的影片 去外面才有共鳴 哈哈他昨天約我說 答應我 我們去非洲前一天 要一起看獅子王好嗎 對啊 我想說有必要嗎 我就說 我們看一些國家地理頻道說 不要不要 那個那個不要不要 看獅子王才沒有 很搞笑欸 朱朱寶貝